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感谢神今天大家在唱赞美诗的时候 我相信都是眼睛一亮 为什么一看到台上站了这么多 年龄比较轻一点的弟兄姐妹 唱完歌大家都呼掌 我相信这种在疫情中间 我们的青年夫妇团契 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来领事 我们归荣耀给神 同时也谢谢他们的勇敢和佩搭 我们再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神 我们实体的聚会 实体的聚会到现在看 基本上我们都恢复到疫情前了 因为疫情前我们一般主治崇拜在130人上下 而且基本上大家也都挺安心放心地坐的 现在你看有坐得比较近的 有的是因为是认识 比如说夫妻啊 或者是朋友都坐得比较近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是保持两米的距离 有点像师母和徐大姐这个位置似的 坐得比较开一点 因为当时的伪生情况和安全 就要求大家保持两米的距离 但今天你看大家坐得 看我们记者都没问题 因为大家就没有那种恐惧感了 当然我们也照常注意公共卫生 我们要勤洗手 也要有一些消毒液在这儿 都帮助弟兄姐妹 公共卫生是正常的 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没有什么了 没有恐惧感 这个很重要 因为刚刚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说到 爱里没有惧怕 这就是了 要记住惧怕是有的 我也有害怕 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怕的 最起码的司机开车 你怕警察 你怕不怕警察啊 警察从帮忙你一过 你脚马上就 踩到砸的机会 是不是多得多 你看到有警察过来 你是脚放在油门去加速开呢 还是马上就看一下你的那个 表是不是超速啊 通常司机就有一个正常的反应 因为怕 万一超速了警察 不就要超牌了吗 这种怕呢 也是正常的 不过呢 爱里没有惧怕 那种爱的释放是什么释放呢 只有在基督里的人 在恩典里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释放 不然的话你就被一些 不是被条条框框困惧 而是被一种惧怕 把你绑着 不是怕 我们说小学生 怕父母 打开成绩单 每次期末考试的时候 当你把成绩单 拿到家里的时候 给父母看 你是什么感觉啊 基本上 都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考试总有些考的成绩好的 还有不好的 如果有些父母呢 我们华人父母呢 就是如果你考了96分 你知道你回家 你会挨骂呢 还是挨表扬呢 大部分的父母都说 怎么考了96分 为什么要考100分 基本上我们父母都会说 那四分缺的 都不会看96分的 来到北美了 我们的华人父母呢 就懂得一点 欣赏自己的孩子了 因为北美的文化呢 就是你做的不是那么到位 不是那么好 但是北美的文化的父母都说 good try 就是很好的尝试 很好的努力 就可以了 他也会用正面的鼓励 比如今天一样 好不容易雅各团契的弟兄姐妹 终于鼓入勇气 站出来领诗了 那弟兄姐妹唱完诗歌怎么样 就有人带头给他们胡个掌 其实我们不用胡掌 因为我们唱诗歌是唱给谁听的 神听的 神悦纳已经足够了 不过想起来 哇我们好久没看到这一批 我们的抗力瀑布团契出来了 他们我们大家也 我在下面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 不过当然因为今天还美滋滋的 就是大家选的歌 大家能知道第二首歌的选的歌的时候 爱我愿意吗 在我们这儿久的弟兄姐妹知道 当年教会美丽敬福音堂 案例我做牧师的时候 唱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歌 爱我愿意 我愿意降服 特别就是当时的我们教会的诗班 当时诗班是联合诗班 就一个诗班 有马太子辉 有粤语背景的 国语背景的 普通话背景的一个诗班在这儿唱 他们特别那一天是训练师母 叫李章月梅师母 独唱一段这首歌 大家有没有 红语要是有那个录像就知道 当时我心里头有一点七上八下的 我想我师母的别的恩赐有 这唱歌的恩赐就一般 怎么还能够在诗班作为一个独唱呢 因为有马太子辉 马太就给师母做了一个特别的辅导和训练 唱出来还听得还有一点美声的音子在里头 那个声音不是平时这种 好像有一点装饰音 知道装饰音吗 就是他用这个美声的唱法 把那个共鸣声唱 我觉得还可以 我在下面还觉得安心 就这首歌 爱我愿意 我在下面说 今天不仅有雅各团器的领事 我心里头又有点共鸣 感谢赞美神 当年我来到这个教会 从实习传道 助理传道到传道 这碗教会 案例我做牧师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的旅程 爱我愿意 我相信也是你们和我的一个心愿 我相信也是你们和我的一个心愿 在爱里我们降福 在爱里头 顺服 在爱里头 完全地把自己交度给神 主权交度给神 所以这个赞美 我们就成了一个彼此顺服了 那今天同样 我们教会每次都会在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守主餐 用白饼分杯 我也是三年前就在主的面前和我们的同工们祷告 在我们过去守主餐呢 基本上都是在整个主日崇拜的一个环节 主日崇拜 加上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来守主餐 后来我在主的面前也祷告 我觉得主餐和洗礼 是我们基督教的两大圣礼 而这两大圣礼呢 是应该有专门的时间 特别的时间来一起的 无论是洗礼还是收子餐 都要不要变得别的形式 就专门的 后来我们觉得好 所以我才每个月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三五年了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的讲题就是 掰饼分杯纪念主 这是我在这边对神的一个敬畏的领受 我就单独的 今天主耶稣设置的这个主餐这么重要 设置主餐在整个教会历史中 这样的被推崇 因为这是基督教 基督徒唯一一个可以直接 跟耶稣接触的神所设立的方法 我们基督徒你看不见神对吧 你能看见神吗 但是你能借着耶稣的这个饼和杯 直接的跟神有接触 跟神有接触 这个接触就是借着有形有体的不酵饼 借着有形有体的葡萄汁 也借着我们所有人最普通常见的吃和喝 吃谁不吃啊 早餐也吃午餐也吃吧 就是这个最普遍的 每个人都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却是分别为圣 特别按照主的吩咐 降服在主的吩咐的底下 主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就是降服 这个降服 只有每个信而受洗的基督徒 我们才能够心领神会 而且是心甘热义的 我就是专门的做这件事情 为的是纪念主耶稣基督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一起祷告 求主在我们今天 这样一个敬拜的氛围中 把我们的心思 意念 情感 一会儿我们的吃和喝 都集中在 纪念 想念 思念 主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感谢你 今天是 三月的第一个主日 是你的慈神爱索 牵引我们每一个 同胞弟兄姐妹 聚集在美丽敬福音堂 大礼堂 我们唱诗歌赞美你 你真伟大 你爱我们 在我们的心灵受伤的时候 是你赐下安慰和医治 当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 是你赐下鼓励和扶持 一直到今天 以便以谢 神都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你的大爱 你默然地爱着我们 今天我们 聚集在这个地方 求你的话语 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嫩 情感言语行为 来单单地 纪念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求主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那我们 思想到刚刚这个经文 在我们每次的主餐的时候 都会读 哥林多这个前书 包括从二十三节 就是主耶稣 传达的 设立的主餐的 所有的经文 就是什么四段 那今天呢 我们只是把前面 关于使徒保罗 在看到教会 守主餐中间的 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提出来了 我们现在开始的是 整个系列的主题 进到建立教会这段了 我们感谢神 在我们中间 从一新开始 我们就讲信仰宣言 中间关于圣经 关于圣父 关于圣子 关于圣灵 关于我们人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 关于教会了 这些都是在整个圣经中 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神向我们说什么话呢 圣经里六十六卷 但是六十六卷 跨越一千三百年 比较多 除了历史 文化 考古 地理 人物 事件 对我们来说 有的时候我们 有点 好像进到了一个迷宫一样 哦 这么长啊 从创世 创出利益未深 一直到先知初始 一直到后面启示录 一打起圣经 很多弟兄姐妹 一打开圣经 眼睛就闭上 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请大家翻开圣经 你眼睛就闭上了 睡觉了 困了 打嘴了 因为这圣经 读起来 哎呀 这也不容 这名字 亚伯拉罕 这姓亚 伯拉罕 这读起来和我们中文 因为是翻译嘛 这中文翻译 这总是有一点 不贴近我们华人的文化 我们是四书五经嘛 知乎者也 白文言文 都是有一点跨度的 所以我们才要感谢神 因为有神学家 基督徒神学家 就经过一辈子的 或者几代人的努力 研究圣经 总结出系统神学 就把圣经中 关于不同的层面角度 来做系统化 这种系统化 叫做系统神学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 我只是用系统神学 来跟我们分享 关于我们福音堂的 信仰宣言 麦正荣牧师 也挺会比喻的 就是像一个 一个奔珍珠 一个宝石 这个宝石有不同的切面 你可以从左边看 上边看 但始终能看这个宝石 闪闪发光的 折射出来的那个绚丽 这就是系统神学 如果你愿意花个 几学期 专门进到神学院 来坐下来 认真的 咀嚼 思想 揣摩神的话 那是你的福气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忙 拿出半个小时来 揣摩神的话 已经是一个奢侈了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看你忙了多 一直在忙 有没有 就坐下来 好好的 拿出神的话 读一遍 思想一下 分成动词 名词 副词 这么去想一想 背一背 记一记 甚至默想的 有多少时间呢 应该不是很多 因为大家太忙了 即使现在拿出 一个多小时 坐在礼拜堂 我们都说 要掰饼 分杯 纪念主 目的是 借着神的话语 把我们的思想 意念 情感 甚至我们最基本的 饥饿 饥渴的感觉 放到耶稣身上 我都得下点力气 包括到现在 我都在尽量地 求圣灵 引导我 引导我们 尽量地把我们心思意 往中间收 收拢到一个 集中这件事情上 不太容易 不过感谢神 至少我和大家的 眼光看 大家第一没睡觉 第二呢 也在想 是呢 我今天来听了 主席 读了这段的圣经 又听了牧师 一个开场白 好像这个思想 就慢慢地 收到一个 定精在 预备自己 掰饼 分杯 纪念主的身上 你现在能感觉到 至少你不会六号 那要感谢圣灵 是圣灵在你的心里 做一些提醒 鼓励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要知道我们一天做很多 但有多少事情 能直接跟 纪念耶稣挂钩呢 只有一会儿 我们基督徒 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 基督教的圣礼 主餐礼 非常 基督教只有两个礼 一个是洗礼 就是在我们后面 这个禁词 这个十字架下面 有一个水词 叫做禁词 每一个信主的人 在爱中顺服 神说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是爱中吗 爱中降服 我们就降服 哦 好了 主你说的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我已经信了 那我就顺服 降服主的这个命令 因为这是大使命 天上地下 所有的全面 都赐给我 一个总司令 一个元帅 发出的命令 如果你信了 下一步干什么 一定去洗礼了 总司令 命令 你要这么做吗 那我们就 很多基督徒 我们都信主 大概半年 或者是几个月 就受洗了 那这个人生就一次 一洗 一次就够了 因为你信耶稣了 受洗也完成了 但是主餐 只可以随时地 在主的教会 在神的家里来守 而这个 就是你直接亲近主 在我要建立 我的教会的 这个主题中间 其中的第一间的教会 就是使徒行传 当圣灵降临 在使徒身上 彼得站在众人面前 开口传福音 三千个人 信而受洗 特别把受洗的事情 放在圣经里 有三千人 信了 受洗了 以后他们就 横心遵守使徒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 就在这了 信了耶稣了 受了洗了 他们就开始 掰饼 分杯纪念主了 而且在后面的经文中 他们切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的心 掰饼分杯 也就是说 这个掰饼分杯的 这个主餐 从初期教会 一直到今天 我和你 不是我们异想天开 而是说 神啊 你当时就这样建立 就透过 这个无效饼 透过这个葡萄汁 来跟主亲近 跟主相交 跟主联合 跟主在一起 喜乐 这个只有 受洗的 基督徒 才能够享受 这样的一个特权 就是你可以 拿这个饼 你可以 拿这个杯 其中为什么呢 因为 神是圣洁的 神是烈火 你要亲近这位神的时候 你要自洁 要自洁 其中一个自洁 至少今天 来到主日 一般的弟兄姐妹 都会洗澡 一般早上 礼拜天通常吧 大家都会早上起来 起来自洁 其中一个 关于身体的自洁 是有这个要求的 不是说 法律说 你不自洁 不能够来礼拜堂 最起码 你自己要穿一个 换一套新的装饰 我也是啊 我是从内衣到外衣 包括这件衣 我都是全新的 早上起来 洗一下澡 在洗澡的过程中 就求主来洁净了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 一个月 你可能说过一些 过头的话 说过一些无心的话 伤害过人 你要祷告 自洁 求主保血洁净 借着这个淋浴的水 借着水的道 有一个自有反省的机会 洗完了 穿上衣服 就说 你要披戴耶稣 披戴耶稣 那意思就是 你要穿上神给你的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温柔信实 节字 你的生命从里到外 借着早上起来 预备来敬拜 你就开始自洁了 这种态度 这种行动 是佩搭的 当你做完了 你再来到礼拜堂 这叫做守洁 心清 守洁 心清 洗澡 不仅是把你身体上的误会洗净 当你自己祷告的时候 就把你心灵中的那些亏欠 都借着耶稣基督的 宝血的遮盖 包括我们的主席的祷告 我在这里 和你们自己的祷告 因为你们和我要来亲近神的 这个就是带着 和疑的态度 亲近神的 在当时的圣经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初期教会 他们是这样的 繁物公用 在一起聚餐 在圣殿里 当时还有圣殿 也有敬拜 完了他们在家里头掰饼 存着欢喜 以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 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 传福音 团契 教导 敬拜 这四个教会的因素 教会怎么建立啊 我们这个教堂 我们说在历史中应该是91年建好的 那教堂里面有地基 接着就有房梁 上面有这个房柱 看看你看这个 它就有一些架构 完了接着它有些装潢 一些灯饰啦 这个就建起来 那教会怎么建立啊 教会不是教堂啊 这个有联系 但不是相同的 这个教堂有一天会塌的 或者你在这儿聚会 有一天你可能去别的地方聚会 那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就是我们这些 已经信而受洗的这些人 叫做教会 当然教会有聚会的地方啦 你可以租界一个地方 可以在家里 可以在一些专门做聚会的 我们叫礼拜堂 这是可以的 所以教堂和教会是不同的 教会是神耶稣建立了一群大能的子民 是祷告的勇士 基督的精兵教会 所以教会和礼拜堂 当然是我们有个现代的环境 我们要感谢神 预备一个这样的空间 我们在这儿聚会 就当年的圣灵降临 三千人 犹太背景的信耶稣了 他们教会建立了 等到后来 彼得受差遣 去到格里留家 一讲道 一家人被圣灵充满 彼得给他们一家人洗礼 外邦人福音的门打开了 这是上一次我做正道的 这两道门是神借着彼得打开的 彼得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 你宣告我是基督的 这个宣告的盘石上 像犹太人 像外邦人 门就打开了 当然以后神就继续呼召 包括以后的使徒保罗 在呼召历史历代的 那现在也呼召了 一批 我们叫做 将和好的职份 托付的人 什么 就你要劝人和好吗 圣经说 我要把劝人和好的职份 托付你们 这个不仅是大使命 是有一个职份 当然对我们 通常就是传道人 传道人就有一个职份 是神托付给你 叫你劝你 劝人与神和好 今天我们在 这样的一个服事中 那到了哥林多教会呢 刚刚说哥林多教会 已经是建立了 大概有 二三十年的历史了 就教会在建立一段时间 就有一些 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事情了 哥林多教会是 使徒保罗传福音建立的 后来保罗去别定宣教了 他们继续建立 这个教会建立得不错 恩赐也挺多的 有各种才干的 不过他们在 守主餐这件事情 出现问题了 我刚刚的经文就说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 不是受益 乃是遭损 我们来聚会干什么来了 第一 你来到礼拜堂聚会 你来朝见神来了 你既然来朝见神 祈求的就得着 扣门的就给你开门 你就蒙福了 我们就是来蒙福的 是有益处的 对吧 不过在那个教会 他们聚会的时候 没益处 来的人不是受益处 受伤害 来的人不是受益处 他们自己的生命 反倒受到了一些 本来不该有的一些冲击 就在这了 保禄说 哎呀 哥林多 你这个教会 就会有问题了 教会没问题吗 当然没问题了 教会是基督身体 圣洁的 神保守我们 这个教会一定会将来 被提到天上 与主相遇 那是在将来 现在在地上的教会 怎么样 我们要悔改 地上的教会不完美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我不完美 基督徒 还是在成圣的过程中 有人属肉体的基督徒 有的是属灵的基督徒 有的是成熟的基督徒 有的是用字的基督徒 有的还是挂名的基督徒 都在中间 就会有一些事情 就不是符合神心意的 说教会才设立那些 从他呼召出来的 他所赐的有先知 有使徒 有牧师 有教师 有传福音的 为要建立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是他要做的事情 教会不是我建立的 也不是某一个 有名的传道人家 是谁建立的 是耶稣建立的 耶稣有一个全盘的计划 他是整个教会建立的工程师 分派人 指派人 赐下恩赐 来建立的 他不是教堂 这就不同了 初期教会建立到这儿 保罗就说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保罗怎么能吩咐 哥林多教会呢 保罗是什么呀 他就是一个传道人呢 所以这种吩咐的命令 就在圣经中的权柄了 因为使徒是有一个权柄的 包括牧师也有个权柄的 那个权柄不是教会给的 谁给的 是主耶稣给的 这就不同了 今天在我们这儿 都是有很多记录 我们可以选出 我们中间人做执事 你可以选出 我们中间人做长老 选出我们的职员 你可以选出传道人吗 No 不可以 传道人不是你选的 是主耶稣呼召的 指派的 当然也要有大家的印证认可 这个就是说案例 案例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是神呼召来的 这个人是有牧养恩赐的 这个人是有爱心的 或者这个人他是有负担的 或者这个人在中间他有伪生 他们弟兄姐妹 是有一个回过来的一个印证 但是你不可以选 因为传道人是由神来呼召指派的 传道人要各位谦卑 谦卑来服侍弟兄姐妹 按时定量地 在主日讲牌分享神的话 这是我们传道人要做的事情 训练好了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语言恩赐 你就在教导上承担一个岗位 如果你有服侍人的恩赐 你就在服侍人的岗位上 承担一些服侍的岗位 这个就是教会中间的 会章的选出来的一些岗位 而这个岗位过程中配搭在一起 就开始被神来建立 是他建立教会 一定要记住是他 不可以把教会私有化 我的教会 我的团体 谁说的 不是的 我们的在这儿的 雅各青年夫妇抗力团体 不是他们的 这一批职员不是他们的 是我们中间所有的青年夫妇抗力 是我们的会友 就是这个团体的 但是这个团体也需要有职员来打理 帮助分工 同样我们还有中老年的夫妇团体 米西米团体 在说孩子都上大学了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青年的 像东亮他们 像这个家树他们 他们现在就是青年 就是他们属于还是大学毕业了 就业了 就青年就业团体 那我们还有一些65岁以上的 我们已经 我们这个教会有一批 大概有三四十个人都65岁以上了 那我们教会就搭一个台子 叫做亚伯拉罕团体 就给这些 孩子已经都空巢飞了 弟兄姐妹 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同样一个背景 有一些的同样的挑战 同样面对身体的各种的疾病 一会儿这儿疼 一会儿那儿不舒服的 你去那个团体就能看到 他和我是一样的 不过他还可以笑 他怎么 为什么可以笑呢 一看这个人他病了 病了还可以来教会 那就不容易了 就很多的同样的见证 就鼓励到这些同龄人 当然你可以有负担 你可以去不同的年龄 都可以了 所以我现在就鼓励我的 这一批选出来的执事 我们选了十位执事 是选的 我再说一遍 执事是选的 执事是看到弟兄姐妹 有侍奉的负担 也有圣灵的存在 对神的话语 是愿意服事 好 大家就投票 我们刚刚开了会友大会了 我们会有投票的 选出一些弟兄姐妹来 来服事我们大家 普通话堂执事 是服事普通话堂的 粤语堂的执事 是服事粤语堂的 英语堂的执事 服事英语堂的 但是我们全教会选的理事 是服事我们全教会的 全教会会有理事要负责 打理各个方面的 同样长老也是我们选择 全教会的长老 不是选每个堂会的长老 有不同的层面来帮助 那我们雅各团庆的资源 那是服事雅各团庆 那今年我们的团长 就选择是郑巧英姐妹 还有她的先生 他们夫妇俩 配搭 那所有的我们这儿的 青年夫妇 如果你觉得 你需要有教会生活 你就找他们 请问雅各团庆 什么时候聚会啊 我希望我能在中间 被栽培 被训练 就可以了 就联系团长了 他们就会安排一些聚会 来帮助 这个就是 他要建立他的教会了 我已经讲了 第一层面 他指派了 先知 使徒 牧师 教师 传福音的 是他指派的 之后 由他们来 训练 牧养 教养 训养 信徒 由信徒中间 产生出一些 由岗位服事的 有承担感的 成熟的基督徒 在不同的岗位上 配搭 来宣教 在本地 这个就过程 整个的过程 有一个层面 也有一个角度 也有一个时间 说保罗对 哥林多教会 就发出一个 非常严厉的 可以说像指责一样 这个传道人说的话 要小心写在圣经里了 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要称赞你们 就是保罗如果称赞的话 哇 怎么样 可以美滋滋的了 哎呀 我被使徒称赞了 如果保罗说 不 我不称赞你们 这是一件大事 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件 我表扬你两句 或者是指尊 因为他 有权柄 是从神那儿来的 当他称赞 和他不称赞 对被称赞 或者不称赞的教会 是有很有 大的影响的 当然等到 哥林多后书 知道他们这个教会 整体悔改了 该自杰的自杰 该清理的清理 保罗说OK 我就接纳你们了 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因为这个教会呢 他有淫烂的事情 这个教会有一些 很有经验的人 他们就觉得 要把自己表现出来 那种 这种自傲的东西 都在里头了 就是有经验的 就把阿伯萨经验的 竖起来了 就超过了 神的一些规定了 在哥林多前后书 看到好多这个教 而且他们很有恩赐 很有口才 很有能力 保罗说 那你更应该谦卑了 因为这个恩赐 都是神赏赐的 所有美善恩 既然如此 所以等到哥林多前书 谈到了这些事情 保罗是流的眼泪 给他们写 他说我所爱的 哥林多教会 怎么成为这样的教会了呢 包括主宰 等到后来 他们据说 历史上 哥林多前书后书 还有一件书 失传了 有人推论 保罗还写了 第三份 哥林多书信 不过就是 只是留在 这个教会历史中的 哥林多前书 和哥林多后书 等到哥林多后书 写完了 保罗 这个建立 哥林多教会 让他们 好好的手煮 参的这个使徒 他发出了一个 为教会的祝福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哥林多后书 十三章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们众人同在 也就是在 哥林多前后书 这位使徒可以说是 苦口婆心 也是说出 他的肺腑之言 他能讲的话 在哥林多前书 后书都讲完了 实在是没有 只能举手 做了一个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一真神的祝福 Close 说当我们每次 听牧师祝福的时候 用这句话祝福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哦 该说的都说了 剩下的就求神怜悯吧 说哥林多前后书 所带出来的 很重的话 巴不得今天你能听明白 因为保罗说了很重的话 很爱这个教会 不过保罗说我不称赞你 我这句话要想一想 每一次弟兄姐妹在 教会做一些 救资礼的时候 和暗幕的时候 都会有这句话问 什么 你们不要让传道人 想起你们就叹息 如果传道人想起你就叹息 对你就没有益处了 哦呦 那传道人有这个特权呢 是不是要多鼓励他 或者说跟他溜须啊 不用 我们是当你操练敬虔的时候 传道人眼睛看着的嘛 当他要详尽你来 因为传道人有良心 传道人有圣灵 传道人有神的话语的装备 他对你的判断 来自神的时候 他就一详尽你 他就高兴 那你想他所侍奉的 被神差遣的主 他会怎么样 那他就高兴祝福你了 如果传道人一详尽你 哎呀 就不知道怎么 你想他那都会对你怎么样呢 被他拆遣的主 他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每次 你看我们教会 从梁德龙牧师案例 包括我啦 包括陈锦华传道案例啦 包括我们这次的 陈赫镇牧师的救治礼啦 还包括渡访传道的 就是你看每次画 都有这句话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要留心啦 你们要为你们的传道人 祷告 跟他有好的配搭 免得他想起你 就叹息 对你就不好了 你愿意吗 每个灰众都站起来 我愿意 阿们 神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教会有十多个传道人 在我们这儿募会 因为现在教会四十五周年了 你们能不能纪念到他们呢 有没有想起他们 现在在怎么样啊 他们在哪儿传道啊 在哪儿募会啊 求主帮助你 也帮助教会 所以我们感谢神 普通话堂弟兄姐妹 都很纪念我们的 儿童事工的传道 周如会传道 每个礼拜二 回来跟荣传道 他们跳舞 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啊 他也来 依然是我们教会 他说我们从我们教会 毕业的传道人啊 不是退休的传道人啊 就从这个教会 退休传道人 谁来管他 这个教会要管啊 我们要纪念呢 从我们教会能退休的 一个是梁德荣牧师 还有这个麦伦荣牧师 再就是这个传道啊 周如会传道啊 不可偏待人哦 你要祷告 要为他守望 他的家庭怎么样啊 他现在退休 他是一个人啊 一个妹姐妹传道 他没有结婚啊 遇到很多事情啊 我们普通话 弟兄姐妹有没有关系 有 我要谢谢 我在此我要谢谢弟兄姐妹 我们的总务 阎鸿宇李氏和我 专门去探访 他家里的情况 我们就探访他 带着弟兄姐妹的关系 他很受安慰 我们的祖日午餐部 弟兄姐妹 也给他帮助 徐大姐也见到 他就现在 这位传道人还回来 我们这聚会 这次退休会 就由他来帮助我们 打理我们青少年事工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里有爱 神要建立他的教会 爱里没有惧怕 而且爱也是完全的 今天我们巴不得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让传道人说 嗯 不错 我们美丽经福音堂 普通话堂 弟兄姐妹 嗯 挺好 要是这样的 你们就有益处了 保罗对他们 哥林多教会没有说了 说我不承担你们 哇 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 你就知道这句话有多重 就像一个有权威的父母 对孩子 考试 怎么考试这个样子 那个孩子会怎么样 很害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父母有敬畏的心吗 这个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聚会的时候 有的人吃饭 有的人喝酒喝醉了 在教会里面混乱的 有的人很有钱的人 他们坐在一起 没有钱的人 没地方坐 坐在脚凳上 很多人 这个有经验的人 哇 他们在一起 分门别累了 等传道人要守主餐的时候 大家他先吃 他后吃 保罗知道了 说这件事情我不承担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教会 是凡物共用 不可以私有化 教会 是主的教会 特别守主餐的时候 要带着一个 敬虔的心 彼此等待 一会儿我们说了 传 我们现在不传北 过去需要传的 一个一个传 从第一个人 假如传到后面的人 需要等个两三分钟的 你不可以自己拿去 搁嘴里吃了 要彼此等待 守规矩 这叫爱中的降服 我就为了爱主 我就降服 我就等待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神的工作就开始展开 非常奇妙的 说守主餐 如果你犯罪了 你认罪 主就会赦免 把你良心中 那个亏欠就给抹掉 非常奇妙的 如果你感到灰心了 哎呀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干啥 守主餐 主的话就会进到你的里面 就给你有一些亮光 给你一些提醒 说主餐是个非常奥秘的 这里头有一个奥秘的东西 一个操练在里面 说今天我们主说了 我们要带着和疑的态度 每个信而受洗的 我们预备心来受主餐 当然要自行 还是说 如果你过去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得罪神了 反省 求主赦免 如果你是木道朋友 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 你来看看基督徒的 那个敬钱是怎么样的 之后如果你说 我已经信耶稣了 我还没受洗 你也爱中顺服 我就不去拿这个饼和杯 免得你越界得罪神 吃喝自己的罪 要小心 最后一点 就是说 当时的人拿的无效饼 家常便饭 无效饼是犹太人的一些家常 他们经常吃的 只是在聚会的时候 那个传道人拿的那个无效饼 要注意了 耶稣也是在主餐台 因为是逾越节 桌子上摆了很多无效饼 一打一打的放在那 至少有四个杯子 都放在那了 犹太人很多很多杯的 只是耶稣拿的那个饼 拿起来 他掰开说 这个饼是我的身体 桌子上的那些不是 同样是无效饼 你要知道 说耶稣所祝福的那块饼 是主的身体 掰开递给门徒 门徒前面还有无效饼呢 不是 就是无效饼 当耶稣拿起那个杯来 为什么要拿起那个杯 因为下面还有好多杯呢 当耶稣拿起杯 为这个杯祝福的时候 说这是我的血 就这一杯 就会有点不同了 这个就是 掰饼分杯 纪念主的实际意义了 格林多教会 他们是犹太人 也有他们饼啊 被摆着喝的 灵灵大醉的也有 就是掰了饼 是不是啊 不知道 就那么吃了 当吃饭了 不 我们现在要吃喝的 不是为了吃饭 我们是 纪念耶稣 好 我们来唱 这首歌 我们来 一起带着一个 感恩敬畏的心 来守 主餐 这首歌是 为我 耶稣 为我受伤 为我受死 也为我复活 我听说 我给你做的 我听说 我听说